哇,很感谢神,今天这个Leadership,前面的icebreak是很棒的,对不对? 然后刚刚唱的歌也是非常让我们感动。 这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同路人。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知识去跳舞,但是我们一同在跳舞。 当我们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影响力就开始出来了。 基督六家教会如何在这个时代发挥该有的影响,也是需要我们每个同工共同思想的。 我今天的这个Leadership message就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顾,第二部分是展望。 回顾让我们知道神如何在我们行走的路上留下恩典,展望让我们知道前面的路应该如何更好地去走。 我们在2021年的同工会议,在这个地方我们定下了教会的MVP。 我们教会的这一个MISSION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爱神,爱彼此,爱宁舍。 我们教会的这一个MISSION其实就是内基于基督,外散道世界。 在这个同心园的基础上,我们定下了教会的四个PASSION。 有利到外,分别是PASSION in holiness,主道兴旺,圣灵充满。 OK,我讲完好吧。 然后其次就是PASSION in unity,平行上轨,合一成长。 然后就PASSION in family,家庭建造,信仰成传。 最后是PASSION in public,公共领域,作严作光。 OK,在这个MVP的基础上,我们在教会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NGS,第二个是NLT。 New Leadership Training。 平行双轨是我们教会四个部门在一起同心决策运轨的这样一个框架。 在一个轨道上是英文部,而从儿童部到英文部。 主要是讲英文,我们定义了就是next generation strategy。 在这个轨道上,重点是强调信仰的纵向沉传。 我们非常感恩杨慧执事在二重部的担当。 我们非常感恩李鹏执事在阿瓦那团队非常健康有序地在运行。 我们也非常感恩李鹏执事在阿瓦那团队。 我们也非常感恩杨慧执事在阿瓦那团队。 通过这个Fible Program,真是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我们也非常感恩杨慧执事在阿瓦那团队。 我们也非常谢谢Dokers非常忠心细心地带领这个Youth Program。 我们的牛牧师甚至刚刚成立了这个大学生团契, 是确保我们这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 每个阶段都能够被照顾到位。 And Pastor Jeremy just started the college ministry, hoping to reach out to college students. Yeah, I also thank Dean for his leadership in NGS. Now, the other track is Mandarin and Cantonese. Yeah, we'll focus on NLT, new leadership training. Right, so we want to, through the caring for the community, we want to share the good news with the neighborhood. Yeah, so we want to thank Thomas for his leadership in NLT. How do we design NLT? So first we focus in Christ alone, and then we go out to the world. Yeah, so the focus is how to grow the church. Yeah, so for training, we are using 10 steps for exegesis. So all co-workers have been well trained in this area. And so we have some special programs for evangelism. So so far we have a hundred and twenty people who have come to Christ. So so far we have a hundred and twenty people who have come to Christ. 我刚才没有认真的看,好像从10月1号开始,我们现在至少有9个人被带领信祖了。 昨天晚上翁传当刚刚带两个年轻人信祖,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让我们激动刘家成为一个传福音非常火热的教会。 这并不是牧长可以单独完成的。 需要大家一起去跳舞来完成这件事情。 这就会让教会在这个时代发会该有的福音的影响力。 其实在这个关怀上面。 我们已经是生了那么多孩子,我们需要养嘛。 所以我们是开源了这个核心八课,帮助被带领信祖的人能够有基本的基要证理的教导。 然后我们也是借助于NLT,尼牧师和牧长们在一起合力地推行,我们让这个祷告三十也具体地在每个众队都是举行。 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好地去祷告。 NLT最后是要解决的是关于hosting,接待方面的。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刚刚举办了这十周十一周的这个hosting campaign。 随着每个小组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化。 随着我们的区牧制度的重新订立制定,然后李长老会在这一周会宣布。 我们的hosting campaign到这个月底就是站高一个段落。 我们后面更多的经历要放到张立平师母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在这个主日体验升到主日满圣灵这方面去努力。 我们整个NLT在后面今年和到明年结束之前的所有的program,都是为了这两个hosting更好的培养人才能够带领我们的施工往前面去走。 所以我们在这些hosting campaigns里长老会在这个小组带领上做很多的工作,我更多的经历会放到主日体验这一块。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个阶段,我们重点要focus the area。 好了,这个讲的是关乎回顾。 那么如何展望我们的未来呢?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更多的冲突和分裂。 东方和西方在不断地分裂。 俄乌战争和霸里冲突在不断地进行。 明年也是美国的大学年, 左和右一定是很多的冲突和撕裂。 那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在这个分裂的时代当中能够呈现一个健康的领导呢?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根据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去一同思想如何在分裂的世界当中建造健康的教会。 我想第一点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写在上面的。 他说我保禄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如此。 保罗给的这个命令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难了。 你要是为以色列祷告你没办法为巴勒斯坦祷告的好难。 如果你是为中国祷告你很难就为美国祷告。 你如果站在民主党这边你很难就为共和党祷告。 大选期间如果站在爸爸这边往往是就得罪自己的孙子。 太多的分裂了。 那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万人恳求。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就是为为一届掌权的人祷告。 所以第一点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 作为一个属灵人为万人带导。 提醒我们的身份不只是站队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一个意识形态。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两个妖诀。 既然是要Be spiritual,一定是什么? 有 Spirit在我们身上。 我们这个属神的子民要给别人看到有圣灵内住的样子。 那我们教会特别强调因Christ alone,类聚基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 我们不断地强调这句,我们是因Christ,因Christ。 不只是说因一个党派,因Amerika,因Israel。 因Christ alone。 因为圣灵是见证耶稣的。 其次就是through Holy Spirit。 圣灵带领我们。 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媒体所推行的东西。 所以Be spiritual in prayer是关乎我们的国度观。 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内聚基督以及是这么多的热忱所定义所在的地方。 也只有在因Christ alone和through Holy Spirit,我们可以在这Holiness和Unity上面能够持守得住。 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Be vulnerable in Evangelicalism。 学会在示弱当中传福音。 我们刚才第一点分享的是要为万民去祷告。 祷告一定是按照主耶稣的心意。 那么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 主耶稣他的心意就是愿意什么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那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主耶稣他是如何做的? 我说这个地方特别讲了一个形容词,vulnerable。 所以我们说Christ was vulnerable when he was here. 这个vulnerable来自于一个名词叫vulnerability,虚弱点。 这个vulnerability是来自于安全领域。 例如讲,如果你的一个产品,你的这个浏览器有一个漏洞的话,黑客就使用这个漏洞把你的所有的 information给偷走了。 所以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要确保产品是完美无瑕。 所以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要确保产品是完美无瑕。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一个完美的天国,祂愿意道成柔身,将士为人来到这一个随时被attack的世界。 祂将被为人然后同时是舍弃自己为我们。 所以我把这个be vulnerable翻译为示弱。 在一个追求完美不断逞强的世界,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演示的祂是如何示弱地进入到我们当中。 因为只有失弱才可以得到软弱的人。 才能让福音广传。 所以这是你们要提醒,我们教会一定要好好地理解福音。 理解这个福音不是城墙的福音,而是一个示弱的福音。 不仅在知识上理解福音,也愿意卖出步伐,活出这个垂顾之爱的信仰。 正叫一个词,咱们o师。 这个世界不断地强调,可能是很多主力的宣传要占领很多的汕头。 我们盼望我们的基督律家 我们出去的弟兄者们 我们是the little where you are 在神所参拟的地方 勇敢地为神去做见证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 我们不要做耶稣基督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勇敢地传讲真理 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说愿意万人得救 让什么明白正道 后面也提到了他自己是为这个做菜派 特别讲到他希望教导别人去明白正道 以希望带领别人相信和学习正道 说的是真话不要讲谎言 我们的这个使徒保罗给我们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 他明白正道传讲正道 勇敢地传讲真理 在这个不断分裂的世界 作为神的子民能够勇敢地传讲真理吗 这是给我们每个同工要发出来的一个挑战 所以有两点我们教会提供了这样的一个formular给大家 第一点我们要认真地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这是关乎真理 我们是否能够完全明白也能够勇敢地传讲呢 其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主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行列 他都是我们的主 我们如何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与主同行 能明白神的心意呢 我们需要一定的学习 我们知道怎么学习以后明白正道以后再知道一起如何去跳舞 感谢神我们教会是在不断地推出这个两个方面的门训的课程 分别是核心八课和必修八课 这个门训计划是2024年可以全部推出 其实具体的讲是今年年底可以全部就推出 核心八课已经全部推出了 那基督六加在一起跳舞在一起滑行的时候 我们确保是在一个安全的护栏里面去跳舞 这个护栏就是关乎神给我们的真道的教导 我们明白也勇于去持守 好了这几点三点分享就可以放在一起 第一个是惯悟国度观是be spiritual be spiritual in prayer guided by spirit 就是为万人祷告 其次是惯悟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学会be vulnerable 示弱地走进人群继续传讲福音 要让一个教会每年都能带一百多人信主 我们需要我们集体学习这一个be vulnerable的价值观 我们越自卑神就越使用 第三是惯悟成长观 be bold be bold in truth teaching 我们学会在分裂和冲突的世界讲正话 所以三点 be spiritual be vulnerable be bold 所以方在一起就是svb 所以方在一起就是svb 也许你想到这个贵户银行 贵户银行已经倒闭了 但基督六家所开的这个天国的银行要勇于承担 永远不会倒闭 所以我们在一起要记住这三个词 be spiritual be vulnerable 然后be bold 变成慈福寄动六家和每位同工 May God bless us thank you 谢谢大家